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6月14日,11点35分 这是星期五来的 又到星期五了 昨晚看到那个PPI 美国是-0.2 即是月对月,即是五月份 比预期的升0.1是小的 之前是0.5 首次新领收益救济金人数 就去到242,000 就大过225,000很多 就是如期的225,000 如期是缩小了 怎知道还增加了 另外前值是229,000 再多些 所以这个消息 其实就印证了 经济进一步再放缓 其实是好事 对美国来说 就是说它减息的机会 又增加了 但是始终那句 它都声明了它减息也是一次 除非有变化 就变到两次 要不然也是差不多 那港股又怎样反应呢? 港股在18,000这儿 就退上退下的 那么刚才最多 就跌了去 17,927 比现在就跌了接近200点 那现在又收回上些 就在18,000那儿 18,01 跌了111点 那我们看看图 恒生指数 现在在这些位置 其实就很多十字星 日线图来说 就是一个 集结 而看看RSI 和Stochastic 那些都一样的 成交量来说 近期这几天 是缩小了的 你看到RSI 就向下了 真的微微向下的 Stochastic 也是在沉底 至于MACD 死亡交叉了之后 开始插到到六柱 其实这几样东西 都是稍为负面一点的 当然啦 你看到走势来说 我第二条的平均线 我拉近一点 第二条平均线在这里 这里就是17,881 17,881 而短期的通道收到很窄 短期的通道在1753057 正如昨天的影片那样说 有没有记录到这里呢 就看形势来说 走势就不是太理想的 都有机会的 所以 但是也都这么说 你有货的嘛 有货呢 你就拿着红 也很安全的 好说不好听 如果它真的得如其来 但是糖水滚糖尔 你很难说 它夹一夹夹 夹回几百点上来 都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就找个指数 然后呢 那个红呢 是60576 60576呢 来到对冲着你的股票 60576呢 就是18,648收回 18,648 距离收回价现在有650点的 那 杠杠有24倍 我们用这个做对冲 那当然 你说59323 非常安全 怎么做都做不到上去 19,268 那里的了 但是它就贵些 浩3子 那杠杠13倍 距离收回价有1200几点 那 所以呢 现在不做牛的了 牛呢 就没什么好处 那 做红的话呢 它红和牛的密集区 在哪里呢 最多的红的收回位呢 在18,400到18,450那里 那里有8亿5的红 那牛的收回位呢 有8亿的牛在哪里呢 就是17,700那里 距离现在还有200几点 那 那不排除的 17,700真的有机会的 撞一撞下去 那 那 但是也都这么说 那它撞不到下去的 那它有机会 因为现在都是月中 那 就是6月中 那有机会撞上撞下 那 收回上少少也可以 那 之前说18,19,19 现在说是1万 大概17,500到18,500 那现在就退下了少少的 那 那至于 那 美汇呢 就升了一点的 104.83 那 那 十年息呢 又下了一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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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跌回一些,9.965对港币 人民币是1.07是持平,对港币 日元也是跌少少的,1万日圆就496.5就换到了 澳洲指又如何呢,就5.182对港币 5.182对港币,又是回少少 欧罗也是8.388,8.389对港币 北水又如何呢,北水昨天流入了61亿的,不算多 比对它早两天,今天流入了40多亿 主要的对象就是有些维稳的,包括建行 中海油,中移动这些有些钱流入去 那里流入了加上20亿 看回内房,今天的内房就好一些 比如呢,保理置业就升了2% 月秀又升了2.4% 月海又升了1.5% 六成就升了4% 六成就升多些的 华允之地升了2.9% 所以这些东西呢,就 这些东西呢,就 较少少的,比如深圳国际都升少少 所以整体来说,内房不是太差的 我都叫大家可以存货的 特别是央企那些,119,123 这些,其实都,1123有些钱流入的 270都是流入了,大钱流入了之后呢 就持平了,那这些都是很漂亮的位置 安全的位置 那当然呢,六成都是比较 是有少少钱流走,但是都是有机会的 那至于华允之地呢 今天的低位是26.4% 就是一个月的低位来的 那见过之后呢 就上回来的 26.4%呢 是我的平均线密集区来的 那如果再见得到这些位呢 就是绝对买得过的 那 因为平均线都在这里 那至于 152呢 就继续拿着 那都是那一句 那他也是,形势都是漂亮的 今天上过去之后回回一点 那但是呢 就 形势上来说都不是太差 291呢 都有一些钱流入 但是呢 他都在低位那里 形态上他没有什么突破的 那 那 青岛啤也是 那但是青岛啤相对来说呢 就是 他的 他的 海货区不算特别大 来回到这些位来说呢 就可以想想的 青岛啤 那无论估值上来说呢 和息率都不算太差的 息率都有4厘 那 那 估值就大概13.8% 13.8%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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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皮股受到苹果的影响 亦已赠面 其中 纯兴科技就继续高升 在1.2% 大资金没有 Noahbosa 没有走 application 继续持有 握到他开始有没力的时候 我们就再走 这个日线图,周线图就有少少突破了 下个位在上就35元左右 34到35左右就开始有压力了 现在31.25元 至于 2382是很低的 周线图来说是一个低位徘徊 未见到突破 这些你买的只而少住 至于 铁塔是有些突破的 亦都有大资金流入 铁塔我觉得 还有剩下的货子就拿着他没走 他就突破了近期的高位 所以是漂亮的 我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就很漂亮的 所以你说值不值得拿呢 我就觉得可以 如果他能够回到1元边 98到1元那里 就可以买的 有货朋友就拿着 不需要走着 来到这些位置突破了之后 就可以拿着 亦都见到有大资金流入 257 但如果你说 看回长一点 其实我都觉得你不怕拿着 铁塔 铁塔都是低的 所以 以现在的息率有4厘多的话 加上 市盈率也是15倍 未来来说是单位数 所以 有一定的支持 在这里 至于 周线图的 RSI 就去到64 和71 其实不算特别贵 Stochastic 当然高了一点 但是 都OK 至于 MACD 继续向上 很漂亮的 整个走势上来说都是漂亮的 刚才说的是周线图 如果日线图 就 更加 日线图 RSI 是70 75 这个Stochastic 是去到92 都稍微高一点 但是就 未去到最高 MACD 也是上 所以这些都是漂亮的 如果月线图 就 都是 开始转小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算 这些位 你今天 最低102 看看找不找到102 这些位 102 你排队 买买到 我觉得可以守的 可以错到的 这些 因为他真的有 突破 这个是7800 就是 中国铁塔 257又怎样呢 257呢 就继续在那条 上升轨的顶部那里 就破了之后 在那里 在上面那里走 周线图就很漂亮 周线图就破了位上了 下个位要再上 就是4.1 至于 Stochastic MACD 你看到都是漂亮的 没有什么回调的情况 在那里 所以光大环境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不需要走 那这两只都是 值得你们去做换马的股份 7800 和 这个光大环境 除了这两个之外 就 刚才说的内房 119 123 月海270 这些都是 可以的 152 国际国际 都是值得你去做换马的 你都拿着它 是值得你去做换马的 那就 其他的那些 譬如吉利汽车 就回一些 那我们就 再看看 至于 比亚迪 都是回的 比亚迪 虽然 他的销售情况 都理想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就 今天 其实都有一点 的 北非特的首映 在那里走 所以都不是 很理想的 我们都是 等下 给亚迪 就 等他看一下 可不可以回回 那些 落到 20元那里 看看 可不可以 是 那里守得住 守得住的时候 我们再决定买买 至于 横半道 看 有些北水流走 没有钱 昨天是 走了两千多万 不是很多 但大钱是有流入的 所以如果有 幻门路看的 之前买了的 就继续坐 坐到什么位呢 就是说 如果 小时图来说呢 就 就 他都一直拉住的 啊 但是呢 再远一点 小时图呢 大概在 21.8 除非 21.8 跌穿的 啊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可以 继续坐 红半导 这个是华雄半导体 那至于 汽车报警股又如何呢 IPD 号 也有些錢流入 這些位置,如果中線拿來坐,就可以試試 1057就不行 1057也有些錢走 其實形態上也不理想 至於比亞迪電子很強 比亞迪電子有大錢流入 繼續看好 相信它也會以短期來說 借近40元邊 做一個目標位 至於大的科技股700 有少許錢流入 3690也是,但這些我們不追 都是慢慢走 始終它們還有一些回的空間 阿里巴巴跌穿了 但是我們追了就算了 不要再拿著 不要再加碼了 就是拿著就拿著了 就算了 至於小米就一般 很頑皮 這個位置有阻力 雖然有些錢流入了下去 但是北水也有少許錢流入 但是沒有直播率不高 等它再回多一點 金山軟件呢 就是有錢流入 聯想都是 兩隻來說 都在集結 但是金山軟件 在形態上是比較漂亮的 這些位置可以坐過 是比較多的 開了都不擔心 至於成交是小了 992就 MACD回了下來 可能回吐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多一點 所以這個就要等等 但是反而 金山軟件就漂亮些 唯一讀市是成交小了 看看它會不會日中去得回 現在的市場 是一個位置 最大的位置在25元那裏 即是說它們現在還欠一元 如果25元見到就漂亮 絕對值得去買日 大家留意著不需要急 因為市場還未定 慢慢做 暫時今天就簡單說到這裏 大家周末快樂 記得按LIKE 按LIKE 按LIKE 按一次就好了 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就介紹給朋友圈 叫它訂閱 還有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這個電話 6889-180那裏問我 因為YOUTUBE 始終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不可以錄音 如果你在這個電話加我 Whatsapp 6889-180 你直接問我 我看到你的電話 也比較清楚 所以容易解答你的 直接在Whatsapp那裏問我 我會回答你的 是時間上的問題 或者Vcheck 用開Vcheck 如果內地的朋友 用潘舌山英文譯音 P-A-N-T-I-E-S-H-A-N 潘舌山英文譯音 就是我微信 可以加我微信 在那裏 我詳細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有什麼心得 你也可以在那裏 和我分享一下 多謝你支持 今天就講到這裏 多謝你們 拜拜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